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它就是以前没有电的时候 篝火的形式 它就是围着篝火 扎西蒙的厂短那样的话 形成一个源泉 就是马达跟罗里 斜路就是大节奏的 不能是整个队形 形成一个源泉的话 随时你可以上随时下 随时就坐着 你就闹嗑的人 你喝笔气的人 都融入到这五队里面 就这样的形成一个源泉里面 它就是这种形式 后来就是它形成一个 相貌的表演 最早是它就是起源性的 它就是祈求丰收 和吉祥平安的这种 那么现在基本上都是解日性的 清除什么就是丰收 或者清除解日性的 那样的一般都是演艺性的 这样的表演形式 它就是按照改相貌的 长短和纸条的长短来分 短相貌和中相貌 长相貌的 长相貌呢 以前的长相貌是 就是十二坨相貌 它是一年十二个月的意思 那么现在就 它们就是为了观赏性 纸条就是越来越长了 十二米到十五米 二十米 二十五米 二十八米 甚至三十二米的 现在吉利丝记录的 这种纸条 其实三十二米的这个 吉利丝记录 就是我创造的嘛 但这个不是就是 一年两年来的 这个飞移这块吧 传统舞蹈 现在这年轻人 不太那么喜欢 所以就是 怎样把它们吸引 让很多人关注我了 才能 我就把这个宣传 我们民族文化嘛 所以从那开始 我就专门就是练了 这个长的这个 吉利丝记录突破的话 肯定是有人关注 所以吉利丝记录 突破完之后 不管是我们国内的 国外的人也是关注我了 所以借这样的技术 这样的平台去宣传 传承我们这个民族文化